依傳媒交易案之所以傳出可能生變 主要是因為前一天經管會要求 依傳媒交易案必須精煤分離 不過學界擔憂幾位企業家買主 可能會透過人頭入主媒體 尤其幾乎已經證實買主之一 是旺旺集團總裁蔡衍明 該怎麼防止媒體壟斷現象 相關主管機關NCC和公平會 也是各界關注焦點 依傳媒轉售案在天變數 經管會依照產經分離規範 祭出三部原則 要求中信金估中量 不得成為簽約買主 不過傳播學者認為 估中量或其他企業買家 可能只是表面上退場 卻用人頭入主 此次一傳媒交易案 根據背後資金來源 是估中量占3乘6 台塑集團總裁王文淵占3乘4 另外三成號稱來自新加坡私募基金 其實背後金主就是旺旺集團總裁蔡衍明 如果估中量無法成為簽約代表人 積極拓展媒體版圖的蔡衍明 是否將正式扶出檯面主導 竟然加劇媒體壟斷現象 廣電主管機關NCC 以及負責平面媒體審查的公平會 都保守表示還有待審查討論 學者的直言很擔心蔡衍明就是實質操作者 過去的壹電視或是壹傳媒的供權 其實包括了報紙包括了便室 給周圍看它的經營的範圍是很大的 那所以它對言論自由當然會產生一些影響 一下韓會製造話題的壹傳媒 此次交易過程也如金濤拍案 再度在台灣媒體金融界捲起千堆雪 UDNTV 宋王健 葉史文 台北報導